围绕佛教典籍的数字化节级议题 10月17号 出席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的高僧大德 在保护与整理分论坛上展开讨论 佛教经典众多 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 出现了多种语言 多种版本 香港宝莲寺住持静音指出 伴随技术革新的引领 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 经历了从口传到千活字印刷多个时期 每一次都紧跟人类文明步伐 现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保全信息的手动 从牵引变成了原数据 那么原数据跟已经最大的不同 它的这种出权量 可又是无限的 静音表示 佛教经典的结集 一个目的就是确保佛陀教法不走样 保持其权威性 而区块栈技术的出现 为下一次佛教典籍结集 及数字化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撑 区块链 把我们经购各种各样的 进行筛选的有效的资料 把它加密 然后呢 找个永久保存 这就确保了各个国家 佛教文心的权威性 浙江工商大学 数字人文重点实验室 首席专家郁建新谈道 佛教及佛教学未来的发展 将伴随数字人文的兴起 从单一 孤立 区域的佛教典籍数字化 逐渐走向更为复杂 统筹全球的数字佛学 不能够仅仅理解为 把佛教的点结 都把它们电子化 变成一个数据库 那样的来进行一个查询和检索 而是要想办法 要把它变成为 具有智能意义的 结构化的数据库 这样就能够把这个 Close Leading 或者叫做矽度 和Distance Leading 我们把它叫长距离的阅读 能够结合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够使得 我们今天的佛教研究 我们今天的论文学科 就是抄上翅膀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 邱爽在发言时指出 佛典数据化是大势所需 但也需注意重复用工 资源浪费等问题 平台开发不同意 都个机构和组织的 数字化处理数据 或者展示平台的资源 全国的建设 数字化的标准不同意 功能差异 行动 扬出旗艰 不一样 操作了存活使用的 和自由浪费 邱爽指出 佛典数字化 还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 和团队建设 因此 加强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 也是数字化传承 与保护工作的 重点任务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